叫做作息的习惯 晚上几点钟之前睡 十一点钟之前睡 那为什么要十一点钟之前睡呢 对男孩子来讲 保养身体促进新陈代谢 很重要 对女孩子来讲 叫做睡美容觉 为什么呢 因为晚上十一点到一点 是我们的胆囊在工作 我刚才讲过 胆囊是负责脂肪性要去消化 第二个 有没有听过胆固醇 为什么不叫心固醇 肠固醇 脚固醇 因为胆固醇是谁负责的 储存在胆囊里面 所以胆囊如果结石割开 只有两种 一种白色的叫胆固醇结石 第二种红色的叫胆固结石 所以晚上十一点到一点 你早点睡 让你的胆囊能够好好的运作 并且一点到三点是肝脏 胆跟肝是一体的 十一点到三点 就是整个肝胆在运作的时候 酒家是把我们身体 一整天所接触到 所有的卑务跟毒素 在这时候让他 好好的排除代谢 对身体好不好 健康好不好 好 各位 女生想不想美一点 想不想 想不想白一点 俗话说一百折 所以相对的 如果你要白一点 那你更要十一点东西前睡 为什么 因为肝脏是代谢我们身体 所有的废物跟黑色素 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十一点东西前睡 要睡什么叫 美容胶 所以因为两层晚上 十一点东西前睡 好 第二个 运动喜欢要改变 加强代谢消耗热量 就像我们讲 人年纪越来越大 代谢会越来越差 越差 我们不像年轻人 能够这么棒 这么体力这么好 对不对 人家吃一碗饭 可能运动的气象就消耗掉了 我们吃一碗饭 可能运动三天还运动不掉 那这些脂肌肉筋变成什么 变成脂肪 各位脂肪好不好 要不要代谢掉 好 运动只要运动就有好处 可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运动 把脂肪拿掉的运动 想不想听 单纯拿掉脂肪的运动 记起来叫333法则 什么叫333法则 你这样记起来就好 各位运动分很多类 我现在要跟你提的叫做 锯脂肪的运动 第一个三 心跳在130到160之间 记住 心跳在130到160之间 那什么叫做130到160之间 就是有点喘 但不是很累的运动 举例来讲 脚踏车听过没有 现在很流行骑脚踏车 对不对 不要骑那个很高级 大的 像背的那种 不需要 你就骑一般的脚踏车 骑起来有点喘的 不要骑很快的 就是慢慢骑 但是不太好踩 踩起来会 这种鼓鼻子这么喘 大概会喘 这样就好了 慢慢骑那个心跳大概130左右 那千万不要跑步 跑步你的心跳就会超过怎样 130以上 我告诉大家 所有运动都会消耗我们身体的热量 那跟热量直接有关系的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叫做肝糖 第二样东西叫做蛋白质 第三样东西叫脂肪 各位记起来 超过160心跳以上的 消耗的地方叫肝糖 在160到130之间的 消耗的叫脂肪 各位 所以有些人说 胡老师我打工惹拼着 我没耍招 各位谁让他都不散 因为他的都在消耗什么 消耗肝糖 他的糖分不断的消耗 你只要一杯甜的饮料 或者一碗饭 很快就这样补回去了 真的要消耗脂肪 只有130到160 所以爬楼梯 爬楼梯 你的动作没有很多 可是喘不喘 那很喘 爬山 爬楼梯 皮拉提斯瑜伽 以及快走 不要用散步 那基本上只有60 你大概130到160 你就稍微走快一点 稍微走快一点 但不要跑 那样子 效果就非常好 第二个三 每个礼拜选三天 第三个三 每次运动30分钟 够了 保证你一定瘦 这叫做尖脂肪 333运动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习惯 饮食习惯要改变 古时候说能吃就是什么 服 现在能吃是不是服 不是 祸种口出 病种什么 口入 如何改变自己的习惯 来 这是有一个非常好 我们中国人告诉我们的 早餐要吃得好 午餐要吃得巧 晚餐吃得少 如果能做到 这样我们就健康 好 那如果